她的面是有更難嗎? 還是她有特別去注重你會什麼? 她看的到底是什麼? 她的秤智商嗎? 我覺得這可能要讓你有點失望 很奇葩的地方是 她基本上把她要問什麼問題都寫在信裡面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 她們會打電話來通知你,你錄取 我那時候在上中訓課 哈囉,我是不秤智的雪莉胖 第二集高中好朋友來我家做咒 我們找來傳說中 大生理工的學生 救星 哈囉,大家好 現在在投資管理公司 我們是在高二、高三的時候同班 因為我們高中是三類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又最後決定說 要去做財經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我高中的時候 我對各課都還蠻有興趣的 已經學測考完 我才開始思考 完蛋了 好像考得不錯 那我現在到底要幹嘛 好像考得還不錯 其實我那時候想說 我想說音樂治療師 但是台灣沒有發展 不然我來去唸深科好了 沒有 唸深科 對啊,但有深科夢,你知道嗎 只要賺大錢 想說我們一定可以通過食物科技 拯救大家 沒有錯 基因序列什麼的 對,對,對 養住一個很多很準 我還想要去扭,但扭那個肌 然後咧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就像你爸爸 我家人也覺得說 這個可能在台灣發展沒有那麼好 之後我有想說我到底要走 醫科還是走上 因為其實是兩個非常極端的選擇 對啊,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分析說 欸,其實我的個性 我覺得我自己太有情侶性 就是愛游 對 對,因為我只要有什麼小動物死掉 然後我就會哭 那你在醫院每天都累死命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 精神附和能力沒有這麼好 再加上 就我一直 有希望可以對社會有一點貢獻 雖然每一個成員都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 但日常我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就可以想到我可以如何回饋社會 對,比較直接的那種感覺 那個時候面試他會排名說你面試第幾名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面試蠻前面 我就覺得 甚至教授也覺得我很適合 你覺得這個東西很有主見的人 對 我就這樣子嗎 反正後來你 上了台大財經之後 你有比較知道自己到底要幹嘛嗎 因為我們財經系還蠻以 投資銀行為目標 算超多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大家都很想要進投資銀行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投資銀行的 工時非常非常的長 他們到底是工資多少 換多少的時間跟精力 據我所知啊 當然每一家公司不太一樣 我講的也不一定是對的 歐洲的工時比較好一點 可能可以朝九晚九 香港跟美國相對來講 可能工時比較長一點 好一點晚十二 那累一點的話可能 好一點晚十二 三啊 晚二啊 那個二跟三是 AM 就是凌晨 根本就沒有時間休息啊 但是他的錢也賺很多 非常非常多 三 五百 恩 恩 不方便透過 但是 你那個時候其實你也就是聽一聽 就像高中一樣我其實有一點 水波 逐流 所以大學的時候我就看一下 開進投資銀行的學家 他們大概只壓規劃是長什麼樣子 那有些人會什麼 雙會計啊 交換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以這兩個事情為目標 你就也去雙會計 也去交換 說雙就雙 欸你最後有雙我玩嗎 哎呀 不要這樣說我 大一的時候我的出塊表現得很好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 對 刺刺管院 而且刺刺我們的科系 的一個老師 的一個老師 雙主修之後 就去 會計系 雙主修中快 雙快就真的是 這麼厚一本書 然後兩本 然後要狂 那我就是一個 偏 那那個時候其實念中快就很折磨 因為中快就直接毅然決然 放棄雙會計 那怎麼辦 你的這條路不就 就被卡掉了 剛剛講的另外一條路是我想要 出國交換嘛 所以我那時候主要就是 第一個把成績不好 第二個就是 努力準備我的備審 多多想想我為什麼要去交換 後來就出國了 後來就去 倫敦的正經學院 交換一年 學的東西跟你在台大學的東西 有差很多嗎 第一個他們是三年學制 第二個他們其實你上的課不多 所以其實你有很多自己的時間 那那些時間就是讓你自己去思考 你到底要幹嘛 第三個是 倫敦的教育其實還蠻注重 也蠻注重找工作的吧 他其實花蠻多時間在 枝壓開導方面 對 第四點不太一樣的是 課程是真的算蠻有深度 有一些課程是 我真的在台大還真的沒有上過的課程 讓我覺得說 欸好像在財經系裡面 我還有很多 美肢的領域 對 就有一種 哇 因為那個時候我自己上了 電話財經的課程我就會覺得 天啊 這麼有趣 我怎麼沒學過 去英國這件事情有對你造成怎樣的 起發 改變 這真的是一個 滿大的起發 他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天啊 好像還需要再念一個研究所 真正了解我想要學的 比如說量化金融在做什麼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覺得算是一個 蠻大的轉捩點 那再來第二個事情是 他們的上課方式跟台灣很不一樣 他們上課是真的 非常認真 我自己這麼覺得啦 相較之下 因為他教的課程難度是非常精簡 然後非常的深 然後你就會覺得天啊 我如果一學一堂課 我是不是就什麼都聽不懂 完全跟不上 對 就會怕跟不上 對 就會怕跟不上 然後你就會發現 那些學生好像是 真的在大學非常認真的在學習 就會覺得 欸 我好像應該要在國外念研究所 大學期間除了去教換 你還有做什麼 就例如實習 我那時候做了滿多實習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排到管院的風氣 就是大家一進去 管院的老師就會跟你說 實習非常重要 然後你就會覺得 喔天啊 實習非常重要 那因為你身邊也有這個競爭壓力 大家都會找實習 我也要找實習 我也要找實習 我那個時候大一大的時候 學校有跟 英國中學位有合作專案 所以我那時候跟我高中同學 就一直去那裡上書籍課程 大二大三的話 我那時候在渣打的商業銀行 主要是在銷金的部門 那那是做什麼 是做什麼 是做什麼 很多Excel 大三那個時候剛好去交換 那那個時候也去他們的一間Boutique 的 asset management時期 那個時候我的部門比較是 去了解 比較短期的經濟發展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去了解說要怎麼投資 有比較像你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個其實算是蠻像的 大三生大四的時候 是去上海的McKenzie做顧問的時期 三個時期加一個計劃 對 然後那個時候大四上任的時候 是當教授的研究助理 所以真的有蠻忙的 你們都沒有在放假欸 對啊 我真的大一到大四 我覺得我沒有一個 瘋狂黑狂的主教 去完這一趟英國 你就開始為你的研究所鋪路 對 但是其實我那個時候 已經蠻晚的了 你大四上開始嘛 申請戒指日期是舍月底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說實話 非常非常幹 我不知道大家對麻辣理工想像是什麼 麻辣理工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就是裡面的人講的話 我們都聽不懂那種地方 那他的面是有更難嗎 還是他有特別去注重你 你會什麼 或是你講出來的話要長什麼樣子 還是你 他看的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這可能要讓你有點失望 我那個時候的面是 是完全的behavioral 所以他完全不考你 就是技術性的問題 他就是覺得好 你現在來申請 我看過你的履歷 看過你的實習 我看過你的成績 你唱過什麼課 他就覺得你這些應該都是ok的 所以他現在就是著重在 你的本人的個性是什麼樣子 你的價值觀是什麼樣子 你注重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為什麼要來 你的能力跟你的天才與否 他從你之前做的事情 他就已經覺得你大概達到這個標準了 對 有一點很酷喔 申請的人都是全球的人去申請 對啊 那其實你面試 你不是應該要在網路上面試啊 就是用視訊軟體嘛 那他面試官很用心 他在全球各地會有不同的面試官 從美國 飛去那裡 然後你也要飛過去跟他面試 就他一定要你一對一 因為他覺得 看你怎麼跟人交流 其實也是一樣 還想看到你本人 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當時也是飛去 對我當時飛到上海面試 那他們都問你什麼 這個就更酷了 就是譬如說你前面他審核子要你過了 他就寄一封信給你 欸 恭喜你第一關過了 這樣 然後他就會說 好 第二關面試 很奇葩的地方是 他基本上把他要問什麼問題都寫在信裡面 他很準備 就譬如說他會跟你說 你們不用擔心 不用去特別去猜測說我要問什麼 我現在就跟你說 我們大概面試的題目是什麼 那他裡面就不然說什麼 你覺得你在大學裡面 最棒的團隊經驗是長什麼樣子 你人生中面臨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然後你怎麼去克服 他會問你履歷相關的問題 但他基本上就是把他會問到的問題都 都寫給你了 嗯 他不怕欸 不怕啊 這是天才史的面子跟我講的不一樣 就是他沒有想要嚇你 然後讓你不知所措 對 他就是讓你花時間去準備把你最真的自我表達給他 而且他沒有問刁鑽的問題 他沒有問你說 一個數學公司 對他沒有叫你把什麼一個 給你這個數學公司的東西把它導出來 沒有 那他們怎麼有辦法聚集這麼多天才 奇怪喔 你在準備的時候 你有特別想說你想去 塑造一個怎麼樣的形象嗎 我覺得 塑造是一個很好的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在回顧你大學在做 說是你人生做過什麼事情的一個很好的點 一方面是你會去真的思考說 人生經歷過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拿出來講 那二方面是你會去設身處地去想說 好我今天如果是面試官 我想要看到什麼 比如說有一個問題是說 在團隊合作經驗的時候 你遇過了什麼挫折 然後你要怎麼去解決 我沒有講說什麼很酷的什麼人生大波 大浪啊超級厲害的團隊合作 我其實就只是講一個 我大學的時候跟同學參加商業競賽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就有想說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突顯出 第一個是我的危機處理 再來是一個我在團隊合作裡面 我是不是就算我當一個領導者 我是不是一個很強勢的領導者 還是我是一個可以真的去了解大家在想什麼 去整合大家的意見 第三個就是說 面對困難當然你的團隊會有一個像 低氣壓嘛 你要怎麼去拉回那個 緩和氣氛 對你要怎麼去緩和氣氛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我就想要著重在這幾點 然後希望我可以表達說 其實我是一個 團隊相處選擇很準確的問題 然後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會真的想辦法解決 然後真的去了解我的組員的感受 我之前每次看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每次會想說 到底哪有這麼多困難啊 所以其實你是用 我想表現什麼 再去延伸說 我有什麼事情可以帶出這個特質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個問題嘛 你想要讓面試官可以知道 你有很多不同的好的優點 就要真的列出來說 欸這個回答我可以表達出我有什麼優點 那你覺得就是總體而言 在這整個面試過程 或是你進MIT之後 所有大學的經歷 有沒有哪一個或是哪樣的特質 其實是他們最看重的 我覺得我講的不一定是對的啦 但是從最後進來的學生裡面 他們的共同特質來講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是 你是不是真的有料 就是 不是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料 是在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 在往你的目標發展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這些 知識 或是實務經驗去輔助 他們有很看重 你是不是一個目標明確的人嗎 有 因為講實際一點 就業率來講 對他們來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找那些 一進去我就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我往那裡努力發展的人 那還有再來就是 他希望你會有國際觀嘛 交換經驗 也算是一個蠻加分的項目 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 沒有在美國上過學的人 他也要看說 那你今天換了一個 完全不同的教學環境 不一樣的語言 你是不是可以去適應 可以跟原本一樣好嗎 對對對 再來就是 一些團隊合作經驗嘛 他也不希望找一個 我從來沒有跟團隊做過 對 不孤獨的一批兩批不行 不過想到一個 那個時候面試很有趣的地方 他其實不是面試 就是你在 教你的SOP啊 背審啊 一交出去 他會給你另外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就是真的非常的隨機 像我遇到的題目是說 給你一個機會 是你可以穿越時空到過去 或是到未來 你想要跟誰聊天 他會給你好像 30秒還是1分鐘吧 去思考 然後你就馬上開始錄 是來看你的英文能力嗎 我覺得可能英文能力也有吧 然後你的表達能力 天發心中 超級可怕 那個時候還有人遇到最可怕 我覺得我會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是 這也太難了吧 不會綁鞋帶的人怎麼排 我自己都不會了 那後來你就上MIT了 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 什麼意思 因為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 他們會打電話來通知你 你錄取 他會一個一個 打電話喔 從波士頓打電話來 那個時候 我的大波折是 我那時候在上中訓課 你是不是沒接到那一張電話 對 我沒有接到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完蛋 這一看就是從美國打來 但是我不知道是誰 我就瘋狂回空 怎麼跟我實通 你這樣 回波有接通嗎 沒有 所以我又折磨了一整天 隔天就死守了手機 就死守了手機 然後看到一個電話馬上接這樣 因為其實他雖然是我最想上的 但是也算是偏夢幻的學校 所以他那時候一講來說 你上了 我就 我大概有三秒講不出話 然後他就說 你聽不清楚 我說什麼 就是那個訊號不太好 恭喜你上了喔 然後我就 太謝謝你了 好像什麼 什麼錄節目 那感覺它是一個很親切的學校 對 它是天氣地氣 沒有想像中 你會覺得天才都很不說人話 所以 他們其實有一個 LAB 我真的不知道裡面在幹嘛 但是它裡面放的東西都 就感覺很高科技 就覺得那個好像是什麼 2030年才會出現的東西 證明出這個證明的人 歸出這個證明的人 站在那裡跟我說 他是怎麼推出來 光聽他講 你就會覺得 只要起雞皮疙瘩 你知道嗎